中文字幕 李宗盛 对中国的选手马延来说 他需要这场战役来证明自己的势力了 因为卡尔恩亚耶在全新时代的戏力战当中 这些相当的出色 在美国的选手马延来说 对中国的选手马延来说 他需要这场战役来证明自己的势力了 因为卡尔恩亚耶在全新时代的系列战当中 这些相当的出色 在北欧的拳台上 卡尔恩亚耶 是瑞典泰拳的冠军 是瑞典泰拳的冠军 2012年中泰俄抵抗赛 80公斤的冠军 2013年中美抵抗赛 80公斤的冠军 来自中国 他就是马延 这是马延 今天25岁 双方呢 这是四人战的第一战 中方派出的选手是马延 瑞典派出的选手是卡尔恩亚耶 双方的胜者 将和接下来的两位选手之间的胜者 来角逐这条金腰带 这场比赛 卡尔的大赛经验 要超出马延将近一倍 而且身高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卡尔身高1米85 马延身高1米80 我看双方如果开场 双方都不等啊 双方都是上来之后直接就展开了进攻 马延在赛前给自己的备战做足了功课 双方的特点是你看一开场以后 卡尔用腿 而马延呢马上用他的拳头 加入他的第一扫 马延的优势其实在于他灵活多变的步伐移动和组合的拳腿 而卡尔呢是十分善于打阵地战 卡尔作为瑞典的泰拳冠军 而且之前与白锦斌一战 让我们记忆游戏 提断了白锦斌的手臂 是的 看看 这是他的这个右腿力的相当 在他一转身 这次重心的同时呢马上马延跟踪上去 刚刚才一个铁锡啊是打到了马延 而且造成了影响 用吸光 非常重 小心这个距离呢会给卡尔一个出腿 这非常好的一个距离 是的 因为双方战架一正一反 对于后腿重腿还有重拳的防守呢 双方其实都有非常明显而且客观的破绽 是的 一上来以后双方这个抬力道的试水非常重要 特别是不知道这个马延的感觉怎么样 踢上去以后看看有没有感觉 觉得这个瑞典的卡尔是不是他很硬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其实马延想要拿到优势 就一定要压着卡尔打 第一 不能让卡尔 是的不能给卡尔距离 卡尔追着你打 第二 不能跟卡尔打这比赛 你看你看 现在这个卡尔马上开始进去挑衅 你踢啊 你踢啊 你踢让我没感觉 是的 这个是削减马延的信心 哦 直接是一吸 这个提到了这个关键部位 场才是独秒 卡尔犯规 对 你看他这个状态 卡尔的 他在等这个结果 如果你不行的话 这有可能就提前胜利的 是的 卡尔的后腿还有 还有后细 就是自己的右腿右细 非常的重 嗯 这个距离感啊 只要给他一气腿 他的大体力道就非常厉害 现在马延想要给卡尔实施压力 但是呢 无奈卡尔 大家看到他的防守 不落金汤 像铁塔一般 明显的这第一回合呢 打起来 确实客观的说呢 对马延来说是很难 对方 在这个身体状态这么好的情况下 而且 防守的体系加上的技术动作 这个体系方面都非常的完善 是的 马延要想破解他的话 肯定要多废一些这个攻击 全场的冠军给了马延一个 过程的鼓励 希望马延贴进去 贴进去 他那猛攻 马延一定要像这样 可以说是积极的调动 自己的步伐移动 而且呢 向前压制卡尔 因为卡尔他是有着世界级般的 防守反击的时机的把握 是的 这也是在瑞典的这个北欧级的选手当中 泰拳的冠军当中 他的泰拳的功力 非常的强 非常的深厚 刚刚呢 一击铁腿 不过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马延需要抑制 在这个双人纠缠格斗的过程当中呢 比拼的不仅仅是功夫 关键还是要抑制 因为毕竟马延你是在赌场 在这一回合 马延已经是因为两次赌秒呢 已经是这一局造成了十里七的情况 是的 第一回合就这样的局务了 显然呢 对马延的支持是不利的 我们稍后弹下了 卡尔呢 是有一个坚强的防守 毛磊的这样一个支架 出手都是一腿 一步的打进一道 心疼不撑 曾经让过这个80公斤级别的 选手白金金 感觉到无所事从 一直被踢断了手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80公斤级别里面 像李宝明 像许嘉宏 像白金金的选手 非常有时间 可惜啊 他们现在进入到了幕后 进行这个叫头生涯了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新生代选手 能出自名将之手 是的 今天呢 我们这个全新时代的这个赛事设计呢 就是让马延 包括这个王和松 这样的年轻小将来单纲出头 看能不能在这个强大的对手面前 表现出中国功夫的这种深厚 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马来就开始了 自由搏击比赛呢 讲求深厚的功底 自由的打法 但是要精准的攻击 第二就开始我们看到马延小先发制人 但是马延还是没有能形成给卡尔的压制 卡尔的追击能力不仅仅是前后距离 甚至是在环绕距离上 也有着非常强的追击的实力 要小心他的转身 卡尔就像一个罗斯斌一样 他在擂台中央呢 他可以左右旋转 发挥自己这个后手腿力的功夫 卡尔在 假动作做的 卡尔在不法的堵截方面呢 是非常有一套的 招招在一起了 因为现在马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而卡尔呢 采用了他的策略 就是我抵了 我等你先出手 你露出了破绽以后 比如说你出现了一个身体的这个前倾 或者拉出距离感以后 我马上起腿 卡尔现在是 你看 又是两次的 利用自己擅长的右腿的重腿 给马延造成的影响 这个卡尔的这个泰拳的腿法 有点类似这个欧洲风格 他已经完全变壮了 他不像这个真正的泰拳高手 像星灯上面一起腿的时候 那种经典的那种姿势 给人感觉就是说自由发挥 这就是他典型的一种挑逗的方式 激怒这个马延 让马延呢 会轻易的上当吗 马延应该是多加强自己 也就是往自己的右侧游走的方式 也就是顺着 卡尔的重腿的方向走 但是目前为止 马延在步伐移动方面呢 还是 你前后这样是有一次 往右走的移动 现在乔波这个解释的时候 我们看到马延呢 他是变招了 他就开始击打这个卡尔的腹部 在击打的力度方面 卡尔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 他的重腿还有重膝 渗透能力非常明显 而且有几次看到马延 双手撑膝盖 在做呼吸的调整 你看 这卡尔要打疯了以后 他就是这样一个转身 转身 迪扫踢马延 打他的支撑腿 不能让他轻易的击腿 始终的 要保持一个密度的平静 刚才有过高扫飞 但是没有能够捧好的渗透 现在 卡尔 以防守为主 我们说这个马延啊 他是个一拳冠军 一拳是行一拳当中的一种 行一拳非常是重视 基本功 特别是装法和占装的 对于身体的调整 以及 很多的这种功效 同时他也是一位 自由搏击的多年的选手 从09年开始 行一八卦 这都是中国武术的精髓啊 是的 一年一丝进 不要一年一丝平 下出 卡尔的高扫踢是贴于中高段的 他是直接奔着马延的手臂而去 能够非常好的抑制 马延 好的 这个气功呢 还有效果 好 那这一回和双方 跟上一回和相比 打的是较为接近 对 马延尽力了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慢动作 卡尔的这个防御体系 是非常稳健的 而且今天呢 他会没有找到很好的冲击的时机 也就是印证了马延对他的这种 骚扰和打击的强度 导致他无法确断的出手 这一点应该来说马延是相对来讲成功的 高扫踢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的胜者 其实今天晚上还要进入决赛 所以说 对于体能的调整和储备也是非常重要 卡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他的速度不够强 你看他的爆发力很大 但是速度有时候很实质 一旦遭到重创打击之后呢 他那个调整的时间会更长 我们就看马延在这方面打击力度上 和速度的这个把控上 能不能加快加强一些 五决胜局 能够非常明显看出来 马延呢 是以拳腿的阻后为主 而卡尔呢 他是以重击单击为主 刚才又是一击重击两击 对马延来的点很困难 他 他 他 没力气到 这就是你打到对方的身体以后 他你感觉他一下子打不动 是的 一下子你的信心就削减了一大半 你感觉你这个正面交通的时候 跟他发现一个锐力不够的时候 你就觉得打起来 一下子就有点慌乱 是的 马延现在问题在这 你看看他这个卡尔的后手拳打中了 是的 其实这场比赛80%的卡尔的重击的输出 都是自己右腿或者右膝的输出 小心卡尔的后手拳呢 太凶猛了 现在这个马延必须要移动 要靠移动 也就所谓的一种闪避吧 用一种闪避策略来寻找战机了 果然 这一场80公斤级别这个金腰带的 争夺战的第一场打起来又非常的血腥 马延的步伐还是偏于前后的移动 而 其实应该自己采取的应该是更加立体的 环绕一些 是的 吸击 这个时候卡尔回击了 你这样的要有点这个吸弓 如果你来抱着我的脖子 不是就孤颈 卡尔的右腿可以做到 可以做到随时发出 因为 非常出色的柔韧性和实际的把功能 那个吸进之间 但是刚才不看到是 对马延有一个非常吸引 下意识的接腿 卡尔还是以防守反击为主 一级的打击之后体能下降 这条金腰带80公斤级别啊 确实是含金量不低 是的 打起来很困难 又是中高端的扫踢 现在看马延有什么好的方法打入 马延打入还是基本上以前手的摆拳 这种转身拳呢 对于卡尔来说呢 卡尔并不太吃这些动静 这只能暴露出来了 这个马延的一些弱点 而且大家看到 不能激勃 而且这种转身拳 以及一些马延那些的习惯呢 有可能会导致他大意识精中 因为刚才在第一回合的时候 自己一个下意识的转身 卡尔呢是一脚踢在了马延的背上 可想而知如果那一腿在高三十公分会怎么样 马延的体能有问题 基本上看能不能守住最后三十秒 很痛苦 被这个卡尔的连续的技术似的 关键部位以后 很痛苦 动作都变形了 提醒 这场比赛 就这样 已经结束了 非常遗憾 我们从这个比赛当中已经明显感觉到 卡尔的迪亚叶这位瑞典才是冠军的实力 也不错马延呢还是咬牙顶住了 今天的打击力道太强大了 多次对身体的打击会直接导致 马延的呼吸受到严重的影响 你看 这简直真是太夸张的一个大幅度的入侵了 这种对身体的入侵动作 包括他这个后手拳 只有这个职业选手能顶得过 左上背 被他这个膝盖一顶十分痛 没办法抓住他的腿 恨不得有着扭断他的感觉 好的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蓝方第三局 2分20秒 K5获胜 任威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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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 而且马延很有可能他的手臂多次格挡卡尔的重腿也会造成比较严重的赏识的 对 对 因为我有人在年轻上看卡尔他这个用膝啊猛然的这大肠腿用膝 一合成九十度的时候 加上他的惯性 击打在这个马延的右肋下方 是的 真的够他受了 他只是获得了这一回合的胜者 那么卡尔将和接下来 这个白人卡尔麦克利格和王者松之间的这个对决的手 这个白人卡尔麦克利格和王者松之间的这个对决的手 我喜欢iario的状况 尼威尼威尼威尔麦克利格和王者松之间 尼威尼威尼威尔麦克利格和王者松之間